早上有请,承香有请 欢迎来我们工作人员,立上花头 欢迎你,太美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承香 然后非常高兴地受到集团新美妆品牌的邀请 然后来到活动现场,然后也非常谢谢CDFG集团的支持 是的,也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 今天的成销也是特别受到了季凡西美妆特别邀请 来到了我们的三亚国际免税城,是我们季凡西的品牌之友 三星对季凡西也是非常的熟悉,对吗 对,因为平常我自己也还挺喜欢用季凡西的美妆品牌 都包括有很多口红啊,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口红也是 没错,有使用 那待会儿拜托一定要给我们通通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大家期不期待 好,那我们待会儿成交会在舞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 包括分享你的很多美妆的心得 那刚才邱校说的非常好 我们此次活动呢,也是受到了CDFG集团的大力支持 包括我们季凡西美妆全程打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线下快闪店 就在那边,待会儿我们也不去到那边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 那此次呢,我们CDFG的领导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支持 轻易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边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斌先生上台致辞 有请刘斌先生 谢谢 尊敬的GFG品牌志友陈肖女士 现场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亚国际美税城 我仅代表中面集团 欢迎各位的历龄 一直以来GFG品牌是中面集团 亲密的合作伙伴 中面集团与GFG美妆 始终保持着共同进步 合作双赢的理念 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合作伙伴,我们非常支持举办此次活动 并衷心祝愿此次GFG美妆 能够一如既往的以高标准的管理 一流的美妆产品 以及个性化的服务 成为三亚国际美税城一道亮点的商业风景 同时希望中面集团 和GFG品牌的合作能更加紧密 携手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 用高品质丰富的活动 回馈更多的忠实消费者 最后,预祝GFG品牌 活动顺利 销售再创新高 谢谢大家 谢谢 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张晓晴女士 张晓晴女士,来 我们今天有请 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请到的是 中缅集团采购公司相话商品部 总经理助理刘旭女士 掌声有请 来,有请几位 好的,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准备好你们的摄影机 我们有请五位共同面对镜头 留下这样一个精彩难忘的瞬间 好,也拜托大家用最自信无味的笑容 留下今天的GFG高高时刻 好的,感谢,感谢几位领导 来,我们稍时休息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要特别谢谢肖肖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有请出的是 我们CDFG的其他嘉宾登台 跟我们共同留年 要再次请出肖肖,不好意思 来,我们的女神啊,今天确实是 受到大家一致的宠爱 来,有请我们CDFG集团的 其他各位领导嘉宾 来到舞台上好吗?还是以你为CDFG 来,这边 各位,我们 站到一起,跟头聊一下这样一个 敬意的时刻 好的,面对镜头 哇,都是漂亮的女生欸 我们都露出最最自信的大胆不慰的微笑 好吗 好的,感谢 感谢,感谢,感谢各位 谢谢程晓 我们还有一个拍照环节 因为确实今天有很多年的粉丝来到现场啊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 季凡希三亚免税店团队 以及季凡希零售团队 上台可以留念,来,掌声有请各位同事 辛苦了,辛苦了,今天 有了各位同事齐心协力的协作呢 我们才能在现场 感受到这样一个非常的新潮 好,有趣,好玩的环节 也希望各位今天能够和季凡希的最好的心情 来,我们面对镜头 统一的往右手边去一位 好 好,来,各位自信的女生面对镜头 露出我们最大胆无畏的笑容 好的,掌声感谢 谢谢各位同事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特别谢谢肖肖 来,我们要 接下来只是到了你的中途式的环节了 因为接下来到了你的互动环节 辛苦了,辛苦了 但是在肖肖回答我们今天的有趣的问题之前呢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千万不要忘记拿起手机 扫描我们会场四周的二维码 包括我们屏幕上方刚才的二维码 因为扫描这个二维码 他们会参与到一个互动游戏当中 可以用VR式重色 而且呢,待会儿我们工作人员 会时间从今天参与的朋友当中 选出四位来到我台上 待会儿肖肖会为他们送出礼物 就是今天的恐怖思路套装 非常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有几个小问题啊 可能要请肖肖来回答一下 我相信你们对镜头是非常的熟悉 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三亚免税店的现场 你会觉得跟平视区的门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看一点 哦,就是其实三亚吧 因为就是感觉 刚才嫌有点远 我离得近一点 你帮我看着点 嗯,感觉大家还是挺热情的感觉 当然了,非常的热情 那你能不能代表我们金痕西 属于你自己的态度宣言呢 再进不了了 我已经在最前面 要切合今天的主题好了 因为今天是粉丝绒系列嘛 嗯,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呃,无畏定义 然后粉药出色 然后希望呃,大家都可以用粉丝绒系列 然后一起用起来 你真的get到重点 粉药出色 特别的棒 啊,那我今天注意到 小小今天的妆容也非常的亮眼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这个妆容有什么 特别的小心思吗 嗯,今天妆容特别的小心思吗 可能就是用了我们 寄凡希的粉丝绒系列吧 你的唇膏是什么色的 啊,我用的是37号色 哇,你是37号色是吗 那应该是薄涂对不对 我今天这个嘛 其实算是厚涂 厚涂了 对,然后就会稍微比较浓 然后红一点 对,会 对,但它的薄涂也是很好看的 就是我觉得淡妆也能驾驭 是的 嗯,嗯,嗯 啊,因为37 我今天涂的也是好 这是基凡新界自本次容的一个主打款 而且还特别,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 薄涂会很鲜 像小小刚才讲到的 厚涂的话呢 你会觉得一层一层加上去 你整个人的那个气场会非常的不一样 是的,就是薄涂就是淡妆 然后后涂就能够稍微化浓一点点妆 就是两种都能够驾驭 那你涂的过程当中 你感觉它的触感怎么样 嗯,因为其实现在是秋冬嘛 然后所以用它的丝绒系列会比较合适 对 对,然后刚好又是 嗯,就是我觉得它是薄涂 薄涂也会有一点粉的感觉 但是厚涂又是红的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秋冬还是很百搭的 是的,尤其是到秋天 大家可能会穿一些风衣啊,羊绒的服装的啊 就是配这种露面的唇膏会特别的赞 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啊,来到免税店 是想要入一些新头号 那这边呢,肖肖包括我们气凡系集团 特别充滞的为大家推荐我们的粉丝肉系列的37号色 是的,对不对 也推荐 是,想要推荐 那除此之外呢,想问一下萧萧 对于季凡其他的品牌 其他的一些产品线,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呢? 啊,其实我最早用的基本性美妆的产品是四宫格的散粉 太出名了 是的,是的,就感觉女生好像人手一个 基本人手一个 基本人手一个 然后我觉得还有她的之前那个小羊皮的那个口红 对 然后也非常常上色 嗯,对 而且那个之前 一直作为很多节日的礼品 嗯,对 对 对,接下来什么圣诞节啊,元旦节啊 我倒觉得粉丝绒系给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包装是真的很好看 是的,非常的漂亮 是,相当应该已经拿到一套了是吗? 是的,是的 就是粉色的 然后包装的口红上都是粉色的丝绒 就特别的少女心 很少女心 是,没错 啊,那今天现场呢 我们也会选出几位幸运儿 待会儿的现场直接送出这个粉丝用的套装 所以再次强调一定要扫描我们的二维瓦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游戏当中来 那刚才呢,其实是 也关于我本人的一点私信的小问题了 接下来呢,是我们提前其实在H5游戏上 搜集的全国的一些小小的粉丝 刚才你有分享到今天用的是这个37号色 也狠狠地给大家安利了 这个问题,粉丝问题是想知道 晨潇姐姐平时都用什么色系的口红呢 平时吗?因为平时我自己日常生活中 就不会整个素颜或者是淡妆 因为我就是出门的话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粉丝用系列里面的16号色 它是豆沙色 对,然后就非常适合淡妆或者是素颜出门的时候涂 是的,也会很有精神 对的,而且豆沙色就是这两年非常的火 没错,这个豆沙色其实它还有个全名叫做 盐烤奶豆沙,就听起来就有那种垂涎欲滴的感觉 是的,是 是,晓晓也在这边推荐给大家了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想问一下晨潇,平时你的底妆是怎么做到服贴和精神自然的? 底妆吗?那我觉得是上底妆之前就是保湿工作比较重要 是的 对,然后就是面霜啊,然后这些 是的,我这样近距离的看晓晓脸上基本没有任何毛孔 所以刚才你在化妆之前应该也把这个保湿工作做到位了 对对对 OK,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 刚才我们有提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橙色搭配 那晓晓因为舞台的部分都非常多 那如果是舞台或者很多小姐姐要去一些正式场合 你会比较建议她们用什么样的橙色呢? 那我觉得还是37号色 37号? 对,因为后涂就确实 嗯,像我们今天穿黑衣服就涂这个橙色就非常的搭 特别挺气色 对,就比较有气场一点的感觉 是,而且我知道现在可能会出入一些美女特别多的场合 明星美女,然后涂上这个特别hold得住全场的色号 就会从人群当中脱影而出 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除了37号呢,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这次粉丝楼里面的36号 36号它的名字叫做鲜活山浮苹果色 它呢就特别的特别的焦嫩 比我们这个颜色会更加嫩一点点 也非常适合元气少女来涂 好,相信大家今天也学到了很多啊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女孩子就是提到美妆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 如何打造一个干净似素颜的妆容 素颜妆 素颜妆吗?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前面保湿工作要做好 然后粉底液就是选择轻薄一点的 是的,轻薄的粉底液就是没有妆感的感觉 对的,那还有纯色各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吗? 纯色的话就是用比较自然一点的 对,像刚刚的16号色 对,16号色,包括像37号薄图也是OK 对的,嗯,37号的薄图 还有一个妖怪推荐,27号色 这个色号有一个特别雾蒙蒙的诗意的名字 叫做蜜雪雾桃 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想突然她去约会 是的,超级想突然去约会 好,那接下来呢 刚才肖肖有用说到过 就是,其实其他次还有一些别的产品 包括我们人手意志的那个司工格 除此之外,最近你有在关注一下她的别的产品前吗? 金盘希,因为一直有新品才推出 哦,她最近最新出的粉底液好像也很有名 没错,不愧是美妆达人 最新推出的明星柔光粉底液 反正化妆师是人手一支 对,爱美的小姐姐应该也要背起来 那除此之外,大家还想问一下肖肖啊 还是关于皮肤的 因为大家真的超喜欢问 你的皮肤太好了 想请教一下如何打造出这种少女水光肌 有没有秘密跟我们分享呢? 水光肌吗? 对 对,其实大家一直都在强调 其实就是化妆之前的护肤一定要做好 对,就是面霜呀,这些特别重要 哎,刚才你有提到说 就是你今天化妆之前也会把面霜涂多好 那么你对这个面霜有什么要求吗? 哦,那它的保湿锁水,然后这些功效要比较好 哎,说到这个保湿锁水呢,我要强烈的跟你安利一款 包括跟今天所有的小姐姐们安利一款 我们纪凡希最新推出的 墨枣真脆轻盈面霜 墨枣真脆轻盈面霜 听上去就觉得成分非常的高级 非常健康的感觉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色 它是非常轻盈的,质地很薄 因为到了秋冬天,其实刚刚入秋 很多女孩子想保湿 可能会搓泥 也打造不出那种水光机的感觉 但是这一款呢,它就是非常的轻薄 同时又能做到补水和修补 帮我们打造出非常紧致的 像潇潇这样蓬蓬的这种少女级的感觉 大家待会呢,也不妨去我们金盘系的专柜 我们的快闪店那边去感受一下 好的,但除此之外呢 很多朋友今天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啊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就是水光机方面 今天肖肖也来到现场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作为一个大家心中的百变女神 你觉得女生要做到一个 不管是二十三十四十 要做到一个特别漂亮的 别人心中很优雅的女神的样子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这也是我们泰国宣言的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自信 对,就跟季凡希品牌精神 我觉得也挺契合的 是的 就是女生一定要自信 然后你有自信就有气场 是不对 大胆无畏 像选销一样 谢谢你今天十里打扣 为我们分享了季凡希的魅力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现场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呢 会产生四位幸运儿 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产生出来了吗? 好,我们要有请出我们自信的工作人员 现场的四位朋友 哇,名字在我手里了 然后你帮我们读一下 好,我读两个,你读两个 好,没问题,前面两个你来 然后第一位是 顾文景 顾文景 在现场吗? 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然后第二位是正好 正好 正好 欢迎正好来到我们舞台上 第三位呢是丁格 丁格在现场吗? 第四位是 陈嘉妮 有请四位 掌声恭喜四位 哇,太幸运了 还有一个男生欸 好幸运 好,有请四位 那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我们今天的 季凡希粉丝绒的套装拿下来 请承销亲手 把这个礼物颁发到四位的手中 超级幸运 好,大家要把掌声送给一下我们四位嘉宾好吗? 好的,谢谢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稍时休息 我比较感兴趣 这个男生会把这个套盒送给谁 哈哈哈 今天在现场很好幸运哦 那除了我们现场的四位 幸运的用户之外呢 我们其实基凡希提前 就已经把这个爱奇我的游戏推出来了 所以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季凡希的中粉 我们从中选出了三位 这三位呢 我们也从五湖四海啊 请到了现场 来到我们今天的三亚美食店 来,有请工作人员把名单给我们送上来 今天也要请到他们三位来到现场 由承销亲手为他们送出今天的幸运大奖 他们是 孙凯 对 孙凯 在吗?在现场吗? 是一个男生 欢迎欢迎 王文慧 欢迎王文慧 张可可 掌声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现场 恭喜 好的,也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出我们的极凡希好礼 还有一位呢 张可可 张可可 张可可在现场吗? 张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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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重是不是 试着干 这个份量很足 对 还有一位在哪 哦,来了来了,向她看一下姐姐 来,来到舞台上 那我们共同合影留念 好 恭喜,在你的讲序 恭喜三位 谢谢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于季凡希的支持 笑笑让消失留步一下 因为刚才这三位呢 他们都是一直以来 特别支持我们季凡希美妆的 像你是忌凡希的挚友 他们也算是我们忌凡希的忠实粉丝 所以希望大家呢 继续在忌凡希那个大家庭下 也像肖肖这样的美女学习 大家都变得越来越漂亮 而我们刚才的很多分享呢 相信在场的很多朋友 应该都非常的心动啊 对不对 那这次的忌凡希全新鲜物粉丝肉系列 就像我们的程骁一样 张扬个性魅力无限 再次感谢你 在这边呢 也要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刚才我们都有聊到的 对 就是四个全新推出的色号 首先是程骁今天图的这款 37号色 是37号仙峰红复古色 可鲜可鱼帮你hold住所有场合 然后呢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 36号的仙活珊瑚苹果色 元气十足 少女们一定要去试试看 再来呢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27号的蜜雪木桃色 稍稍要去试试看好吗 好的 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这个颜色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16号 低调性豆沙 这个你已经有用到了 对不对 也希望更多的小姐姐们 用这款特别温柔的颜色 打造出一个氛围美少女的感觉 希望大家希望不要错过 待会儿可以到我们的快闪店那边 去做一个尝试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请程骁稍微移步到 我们的季凡西的快闪店那边 那边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互动的小游戏 希望你可以一起来参与好吗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咯 大家我们台下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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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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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